日治时期 大谷翔平效力 北海道火腿队 这让当地人 对他有相当深的情感 而大谷在美国 职棒大联盟发展 北海道民众 就是想看自家的孩子 很开心 我已经成为了雲的 人变成了 我已经成为了 我已经成为了 我已经在日厅 我已经成为了 几年之前 我已经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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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困难 我已经成为了 最后的一项 大谷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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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到 上去目标 努力 传出效力到 骑队的消息之后 运动用品店 也出现抢购潮 这就是大谷翔平 移籍先的 网络的100个 级别 如果再加上网络订购的话 光是到齐队的周边商品 到目前为止 这家店已经增加了 三倍到五倍的业绩 补货补到 赶不及卖的程度 北海道火腿队 在续川停留时 球员们经常造访 一家咖喱饭餐厅 当年大谷翔平也是 所谓的大谷咖喱 就是大谷翔平 必点的最爱 蛋包咖喱饭上 有无穷无尽的Cheese 再加上鲜虾美乃滋 与饭熟蛋 营养满满 分量无敌 一旦吃饭完之后 我腹很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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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店里来到 非常友善 非常和养的感觉 我家也有蜂蜂 蜂蜂的关系 我会盛起来 因为这段奇妙的缘分 不只力挺 在地北海道火腿队 也支持富美发展的大谷翔平 餐馆特别推出经典款的 大谷咖喱 就是希望用这种 另类特别的方式 跟上门的球迷相亲 一起为他加油打气 不代替 首先要努力 然后继续 继续活动 我想要努力 大谷翔平 在北海道大约五年时间 也曾经担任过 当地乡镇的印源大使 虽然已经是89年前的事情了 等生大的超闲眼力牌 至今任气不渐 一度遭窃的力牌 消失了四个月 才找到 以前東南の被害にありまして それからですね ワイヤでくくって固定してあります 陽明大連盟的大古祥廷 身下名氣升級 防止再有瘋狂的粉絲 竊走的立牌更显珍貴 意義大不相同 これすごい選手だ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ね 1000億で 1年100億だよ 信じられません 大古祥廷は8年くらいだった 大古祥廷は20年くらいだった 出身元首的大古祥廷 從北海道的球隊起步 如今投校大連盟凝聚無比的人氣 讓北海道民眾不但覺得 余有榮焉也紛紛獻上祝福 希望他持續在世界的 直播舞台發光發熱 成為更好的球手 TVBS新聞 徐啟芳 総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